靠吉祥醫生 出發 大家好 早安 我是凱恩姐姐 我是阿凱老師 阿凱老師 今天要進行的這個單元 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一個單元 就是藝術心理開發 對 心理的層面 你一定很想了解自己的 還有包括你孩子的對不對 因為通常是了解孩子 但是有這麼多次下來 我發現秋秋老師帶給我們的 其實反應在家長身上 也很明顯 老實講 所以呢 先邀請到我們 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是來自於哪個幼兒園的小朋友 千葉狼狗分掉了耶 小朋友 老師想要先問大家說 你覺得你是一個守秩序的人嗎 覺得你是守秩序的人 舉手 喔 很多耶 大家都舉手 上來要趕快舉手了吧 好 兩個第一排的沒有舉手 那老師 大家手都先舉著 從來 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放過 有一點點錯的人 繼續舉著 如果你有不小心犯錯一次 只有一次的就要放下來了 老師 老師 他有可能他心裡覺得 那不是錯的啊 那你就舉著啊 沒有關係 對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 從出生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犯過錯喔 1 2 3 4 5 6 7 8 9 有9個人 好厲害喔 好 然後但是剩下的小朋友 好 都可以先放下來了 對 然後但是有一些小朋友 一定想起來說 自己好像從以前到現在 偶爾還是會犯一些小錯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呢 這個測驗呢 等一下的時候 就想要去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明明很想守規矩 可是為什麼有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守規矩的話 然後被別人提醒的時候 我心裡面好像有一點點 不願意的原因 嗯 或者是會 就不甘願的感覺 對 好 那今天呢 這個圖呢 有五個重點喔 等一下小朋友 你記得五個裡面選一個喔 好不好 好 第一個是這邊有一個人 他拿雨傘穿雨衣對不對 可是他的雨傘 好像有一點開花了 對不對 因為雨太大了 好 第二個呢 是這邊有這個星星月亮的雲圖 有沒有看到 有 好 然後 然後第三個是 這一棵樹上有好多彩色的小果實 有沒有看到 有 好 第四個呢 是這邊有兩隻飛鳥喔 好 第五個是 在這個樹洞裡面的兔子 喔 有哪個是樹洞啊 好 那老師要問囉 你覺得哪一個 是最吸引你的注意力的喔 好 第一個 你覺得是這個拿雨傘的 這個小朋友的舉手 好多人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有八個人喔 好 請放下 你覺得是這個星星月亮雲圖的 請舉手 我 我 我最喜歡星星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有八個人喔 請放下 好 九個八個 然後再來是 這棵樹上的彩色小果實的人 請舉手 一 二 三 四 有四個人好 請放下 比較少一點 好 第四個圖呢 是這兩隻飛鳥的 請舉手 也是四個人好 請放下 再來就是第五個 你在樹洞裡面的兩隻小兔子 最吸引你注意力的人 請舉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個人好 請放下 所以選第一個跟第二個的 比較多耶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公佈說 你選擇哪一個 是為什麼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沒有遵守秩序的原因 好 如果你選擇的是 第一個女生之人的話呢 其實代表說你的個性是比較 就是比較是個性型的 那個性型的意思呢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被別人提醒說 如果你沒有守規矩的時候 有的時候情緒會反應比較大 因為你希望說自己本來就是 按照你的別人的想法 然後也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把事情做好 可是如果發現說自己沒有做好 還被別人來提醒才知道的時候 就會覺得還蠻意外的 然後有時候情緒就會反應比較大 所以呢 可能 如果你是這個類型的小朋友呢 可能有的時候 你在做一些新的事情 有一點冒險性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先提醒你自己 要先做預防 然後如果說真的有人提醒你的時候啊 不要一下子就覺得說 別人好像是在攻擊我 或者是說覺得我做不好 對 不要那麼的緊張 所以這個個性呢 是比較完美性的 他會比較追求完美 可是也比較容易緊張 所以剛剛我看到採提舉手了 對啊 所以你的個性是比較容易 像這樣子的狀況 是耶 因為我覺得 就是會 我們來看我 在封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以為是自己受不了自己 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更新的小朋友 爸爸媽媽比較需要去跟他多一點的心理建設 對 然後可能循序漸進 然後可能可以間接的去問小朋友說 欸 那如果我們換另外的做法 你覺得適不適合 那可能這個小朋友其實很聰明 他一下他就聽懂你的意思了 他就會自己去修正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星星月亮雲圖呢 我會說那個是經驗型的 經驗型 經驗型的意思呢就是說 有可能是有的時候 別人講這個規則因為沒有把它記起來 對 然後因為你沒有記起來關係 所以就沒有確實的去遵守 那基本上呢 其實只要這個類型的小朋友 你多多嘗試去練習 然後你其實增加經驗值之後 你常常犯錯的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會降低這個犯錯的機率了 嗯 了解 我覺得是 因為通常一開始會怕怕的 但是其實 告訴自己要鼓起勇氣 多做幾次其實就比較好一點 對 所以他就是增加經驗值就沒有問題 第三個 結了很多硝硝果實的是阿凱老師 對 然後這個是剛好是最少人選擇的 好 所以有些小朋友跟阿凱老師一樣呢 這個叫意願型的 是 意願型的小朋友呢 其實很不好搞喔 真的嗎 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意願型的小朋友呢 就是他要知道說做完這件事情 可能要有獎品獎勵 或者說如果做不好會有處罰 他會因為說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然後讓他比較有這個意願去遵守規矩 或者是就算了這樣子 所以遇到像阿凱老師這樣的小朋友呢 就要比較多這樣 要給我獎品就好了 對 或者是我說我有很多愛的鼓勵喔 如果你沒有的話你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喔 我就會乖乖聽話了 可是我們知道的阿凱老師好像又不太像這樣子啊 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是因為可能這個類型的小朋友 當他越來越多次的經驗之後 他發現說其實別人會對你平常做事情的印象 還有與人相處的印象其實都會累積下來 你不能只看說最後有沒有獎品 還有最後是不是有處罰你開始做事情 因為呢 如果你都是選擇這樣的話 別人會記得說原來你平常的時候好像 你沒有 如果沒有獎品你就不願意幫我忙 那慢慢的可能大家會比較不理你 所以很多次經驗下來之後他會發現說 其實隨時隨地都要做好事 我懂了 我懂了 其實我不是要那個實際的獎品 我可能在做事情的時候會覺得說 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自己可以得到什麼 那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獎賞 所以我就願意去做 而且還是會希望說別人有注意到你 然後尤其是自己在乎的人 其實都有注意到你的好表現 可是有時候可能小朋友比較小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有這個獎品才代表說你有注意到我啊 可是慢慢的長大之後他會發現說 其實平常別人對你的看法 其實就是在累積你這個獎品了 好 那再來第四個呢 是飛鳥 也是少人選的 然後說是衝動型的 對 好像五個小朋友 然後包括哥哥都是選的這個圖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其實 選這個類型的小朋友呢 我會說他可能是比較 比較難控制自己的 情緒跟行為 然後是為什麼並不是情緒起伏很大 是因為有的時候 一想到什麼就衝出去了 對 然後所以呢 有的時候不小心就違反了這個規則 對 所以這個類型的小朋友 其實最簡單呢 因為他很衝動嘛 所以他只要很簡單的提醒到自己說 做壞事情會有什麼結果 做好事情會有什麼結果 他反而是規則越簡單 他就不容易去忘記 可是如果說好像每次要交他事情的時候 大人都講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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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都忘記說 大人到底是在提醒我什麼 是 對 就簡單就好 就可以幫助這個類型的小朋友 減少這個犯錯的機會 好 那最後一個類型呢 是剛好六個小朋友選擇了 樹洞裡的兔子 是 那這個是依賴型的 依賴型 那依賴型的小朋友呢 就比較有趣了 因為他有時候是有一點明知故犯喔 他明明知道說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還是有可能會被處罰喔 但是他還是去做了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類型的小朋友呢 他就是想要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然後好的壞的他都不管 不管結果 他只管有人注意就好 對 所以有的時候他會覺得說 好表現又不能突出喔 然後尤其是可能最重視的爸爸媽媽 有時候爸爸媽媽眼睛最注意到的就是 那個常常犯錯的那個小朋友 所以他是想說那反正我就犯錯 然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對 那所以這個類型的小朋友呢 其實有一個方法他可以去幫助他自己 我們幫他去找就是那種比較守規格的那個同伴 當他的好朋友 對 因為其實他除了重視就是爸爸媽媽的這個注意力之外 其實他有好的同伴在他身邊 他也會很希望得到同儕認同 而且他需要一個是身旁的榜樣 對 我覺得身旁榜樣很重要 對 因為他就是很需要有一個人陪伴他 對 所以他旁邊如果是好夥伴 他就會受到他的好的影響 跟他一起做好事 可是我他交的朋友呢 跟他一樣就是 兩個都愛搗亂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兩個小暴王 對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圖片 然後去看自己的小孩是哪一種個性的人 其實很重要 所以其實藉由秋秋老師的這樣一個圖片 可以知道你的小朋友哪個部分守秩序 哪一個部分其實比較不守秩序的 針對他不守秩序那個部分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對 我們就針對小朋友的個性呢 然後爸爸媽媽可以適當的去引導他 那其實小朋友就可以越做越好囉 謝謝我們秋秋老師 謝謝我們的來賓 好小朋友們 最後呢也不要忘記要支持我們的 又婕的打文系的左手 海星改版囉 好 謝謝下一個單位